大小朋友拿掃把在井崽角鹽田裡刷來刷去 把凱米颱風流下來的淤泥刷乾淨 颱風來襲的時候變成這副模樣 一格一格的鹽田變成汪洋一片 像小山一樣的鹽堆全都消失 颱風來襲前井崽角鹽田夕陽美景 是台南知名打卡觀光景點 災後復原工作先清除淤泥 接著就是把潔白的鹽堆慢慢復原 這次颱風呢 整個結晶池已經完全被淹沒了 所有的鹽堆也都消失了 慢慢的把它修復回來 風災受損景點還有七股鹽山 本來應該是在這邊就往裡頭 鹽山範圍在凱米風災後大幅縮減 底部出現一塊一塊崩裂痕跡 從另一個角度看 鹽山像被大水沖刷過 底部它有一個類似 就是有水切過的一個痕跡 淺的積水然後溶解 那另外一個就是水流 從比較高的地方流往 抽水機的這個過程中 也會有一些對鹽山的水流的 一個切割下雨的溶損 大概是上千噸 積水加上大雨 七股鹽山受損 階梯暫時封閉等待修復 讓知名景點重現 三地區文王少爺 翁玉文 台南報導 中文字幕《GC》》中文字幕《GC》中文字幕《GC》中文字幕》